我在這裡呼著所有的僱主、僱員和所有的團體 和政府繼續攜手合作 推動飲食業界的安全文化 和建立一個安全的工作場所 飲食的安全推廣、宣傳和訓練的活動 有助於加強業界僱主、僱員和市民大眾的 職業安全及健康的意識 我希望大家踴躍參與這些活動 很高興今年公司可以再次獲獎 公司一夜對員工的健康 以及安全的工作環境都非常注重 而在2004年我們公司也成立了一個 名為環境品質部的部門 而這個部門的主要工作 就是改善場所內的工作安全 以及制定一系列的工作安全指引 公司透過不同的培訓 令員工明白職業安全的重要性 而在2007年公司在入職培訓方面 加入了職安健的項目 並藉著成立員工風利小組 改善工作環境 提供安全設備給員工 例如樓面的健康鞋 接待著的地毯 防設手道等等 公司也會給同事參加一些急的課程 消防大使等活動 從而令到員工可以吸取更多方面的職安健的知識 而我們也會定期到勞工處 索取一些有關職業安全的行物 以及參加一些職安健的比賽 透過這些比賽 激勵員工推出改善的方案 令員工更加注重安全 最後我代表公司 當時我們一班加州人的同事 對職安健的支持和努力 令到這一次的比賽得到更好的成績 每次有權扭曲 思想有權穩固 可信訴 依足職安守則 不單是確保工作環境的安全 還可以提升工作效率